最后呢我们介绍一下程序的编辑 首先呢介绍一下编辑器元素定义的区别 对于S7120来讲呢 我们是在这个博图平台下进行程序的这个编辑 那么如果是S7300除了博图平台外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STEP7 比如说V5.5的平台下进行编程 那么这两个平台呢是有一些这个定义的区别 那比如说在这个STEP7平台下 那么符号编辑器 那么到博图平台中 那么相应的会变为这个PRC的变量表 那么STEP7 5.5中的这个变量表 那么到博图平台中 那么就会变为这个监视表 那么STEP7平台中的这个UTT 那么到了这个博图平台 那么就变为这个PRC的这个数据类型 那么在编辑器中呢 我们可以去查看PRC的变量 那么在这个默认的这个变量表中 可以对变量进行这种批量的创建 那么或者是批量的去修改我们的变量的地址 也就是重新接线 那么一个编辑器呢 适用于这个全距变量 以及这个常数 那么对于常数来讲呢 我们有这个对整个PRC 都有效的这个全距用户常数 那么以及还有这个系统常数 那么系统常数呢 是来源于这个硬件主态的 比如说这个HW的这个标识 那么我们还可以设置这个本地常数 那么本地常数呢 仅在这个块内有效的 那么块中的本地常数啊 比如说可以去作为数组的边界来进行使用 那么在这个PRC变量中呢 我们可以设置保持性 那么对于S71200来讲 我们呢仅能够设置这个 未存储器的这个保持性 那么对于S71500来讲 那么除了对这个未存储器设置保持性 那么还可以对这个定时器 那么以及这个技术器来设置保持性 我们点击这个保持性按钮 那么会弹出相应的一个 保持性存储器的一个设置的对话框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设置这个保持性存储器的 数据区大小 那么只能够设置数据区大小 而没有办法去指定 起始地址 那么所有这个起始地址 那么都是从零开始的 比如说MB0 T0 或者是C0 那么PRC的变量表呢 是可以通过这个复制粘贴的功能 粘贴到Excel表中 那么反过来也可以 从Excel表格中复制粘贴到我们的这个PRC变量表中 我们呢在这个变量表中进行这个Ctrl C复制的操作 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Excel表格中进行这个Ctrl V粘贴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么PRC变量呢 也可以使用这个导入导出的方式 那么到这个Excel表格 那么也可以将这个Excel表格呢 导入或者是导出到我们这个PRC变量中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 仅是在这个显示所有变量的时候 那么才可以进行这个Excel表格的导入 自动的为块进行编号 在某些情况下呢 可能会发生这个块编号冲突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进行块的这个复制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编译的操作 那么由操作系统自动的去解决这样的冲突 那么编译之后呢 系统会重新的为块进行编号 那么去解决冲突 那么或者呢 是我们在这个块的属性中 那么手动的去设置啊 相应的这个块的编号啊 也是可以的 块的编辑器的一个总览 那么在块的编辑器中呢 经常使用的这个指令 那么可以放置在我们的这个啊 收藏栏 那么可以从这个指令啊 任务卡啊 项目数啊 以及这个PRC变量表 进行这种托放的操作 那么还可以实现啊 智能联想 在程序块中呢 会有相应的这个导航的功能啊 导航方便 可以更加快捷的去排除啊 相应的问题 那么收藏栏呢 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去访问啊 常用的指令 那么常用的功能呢 是可以啊 被复制到我们的这个啊 收藏栏的 那么只对啊 基本指令啊 适用啊 比如说 扩展指令啊 或者是这个工艺指令 那都没有办法啊 复制到这个收藏栏 那么除了这个FBD LAD之外 那么也适用于SL 以及这个Graph的这个编程语言 Quart的编辑器 那么通过这个 Quart的编辑器的导航呢 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进行啊 总览 以及这个更快的啊 导航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啊 网络的啊 显示啊 和隐藏的设置 那么可以对所有的网络啊 或者是这个单个的网络啊 进行操作 我们可以对这个符号名和地址 进行啊 显示啊 和隐藏的设置 我们可以去显示隐藏啊 变量的这个信息 同时呢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缩放啊 以及这个放大的操作 对于程序调试来讲呢 呃 编辑器呢 也提供了很多这个快捷的方式啊 程序调试呢 支持什么呢 可以进行啊 错误块的一个保存 那么当这个有错误的网络的时候呢 会有相应的啊 图标提示啊 会有一个红色的圆圈啊 中间是一个白色的叉的 这样的一个图标提示 那么在故障之间呢 可以方便的这个上下的啊 进行定位 并且呢 可以进行啊 更新块的调用的操作 那么所有的块的这个错误 那么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语法窗口中 一一的进行列出 在块的编辑器中 我们可以去啊 定义变量 一个呢 是使用文本菜单 那么在这个快捷键中去定义啊 新的变量 那么或者是对这个网络中的单个变量啊 或者是这个所有变量 那么进行定义 智能联想的功能 那么可以实现我们PLC变量的一个啊 智能选择 当我们啊 输入啊 第一个字符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变量的选择就开始了 可以去选择我们PLC的变量啊 DB块 以及这个本地的变量 那么在显示过程中呢 只会显示具有啊 正确的这个数据类型的变量 那么点击我们的箭头符号 那么可以显示我们啊 下节的变量 那么对于块的调用呢 也支持着这多种方式啊 比如说可以在项目数中啊 库中 以及这个详细试图中 都可以进行这种拖放的功能 那么还可以使用MTABOX 直接输入块的名称的方式 来实现块的调用 那么创建背景数据块 当我们去调用FB啊 或者是SFB时 那么系统会弹出对话框 我们可以去选择啊 单的背景数据块啊 或者是在这个FB块的内部 可以选择这个多重背景数据块 那么调用类型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文本菜单 那么进行相应的一个更改 我们支持这个交叉索引的功能啊 支持这个项目范围内的交叉索引 那么从程序块 那么可以直接到这个HMI的设备 那么我们可以支持啊 当前选择的交叉索引 那么也可以实现这个所有站的一个啊 交叉索引 比如说通过PRC 那么到我们的这个HMI站 那么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使用点的链接 我们可以连接到啊 程序调用的网络 或者是连接到HMI的这个画面 编辑器啊 通过这个博图的软件平台 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离线再线啊 以及这个离线离线的比较 那么离线离线的比较呢 我们可以啊 对这个相同啊 或者是不同项目中的 去进行啊 两个离线项目的比较 那么可以比较啊 离线程序和这个库中的程序块 那么可以比较啊 离线程序之间的这个硬件器件的差别 那么通过离线再线比较呢 可以去比较选择的啊 离线程序和这个与之对应的这个再线程序啊 进行啊 比较 那S7200还支持这个库的功能 可以创建呢 重复啊 使用的程序块 那么实现起来呢 也比较简单啊 可以使用这个托放的方式 那么将我们的这个FB块 那么拖拽到我们的啊 项目库下 那么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啊 产生类型的对话框 在这里呢 我们输入这个相应的这个版本号 那么FB块 以及这个 UDT啊 以及FB所使用的块 那么都是可以生成这个库的功能 那么生成库之后呢 相应的这个程序块的后面呢 会有这个啊 库的啊 版本信息的提示 对于辩程指令来讲呢 在这个V13SPE的这个平台下 我们还可以支持这个查找的功能啊 在这个啊 任务卡中 那么去查找指令 那么名称栏啊 和描述栏啊 都可以用于这个搜索条目 那么比如说我们去更换啊 程序块的这个不同版本的时候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功能 来去解化我们的这个啊 搜索的操作 那么我们在这个任务卡中啊 输入特定的关键字啊 比如说这个啊 CONV 那么跟CONV 相关的啊 或者说包含CONV关键字的这个指令 那么都会啊 一一的进行这个啊 显示 那么在这个V13SPE下呢 还增加了一个可选包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只有一个Semitic Identity的一个可选包 那么用于实现这个RFID设备啊 的这个使用 那么这里边的存放呢 是与这个西门子啊 具体产品啊 相关的一个指令 那编程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要使用这个系统 和这个标准函数 那么系统功能块呢 和这个标准函数呢 都是存储在我们的这个啊 系统块文件夹中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 P3的啊 标准功能块 那么用于SC300 那这个时候 FB和这个背景数据块 那么是存在我们的啊 系统块文件夹中的 那么如果使用这个系统功能块啊 SFB啊 比如说这个IEC的技术器 那么SFB0啊 用于SC300 那这个时候 仅有啊 背景数据块呢 是存放在我们的啊 系统文件夹中的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了 这个系统功能啊 比如说SFC块啊 那么这个时候 SFC呢 是不会存放在我们的啊 系统块的这个文件夹中的 那么块呢 在下载的之前 那必须要有一个编译的过程 那么编译呢 可以对这个单个块啊 或者是这个多个块 以及这个整个程序啊 整个站啊 包括硬件 那么或者是这个多个站 那么分别的进行这个编译 那么在这个编译的窗口中呢 啊 如果有这个错误信息 那么会包含我们编译过程的信息啊 比如说错误 那么如果双击这个错误 那么会跳转到我们错误的这个相应位置 那么块的这个在线视图 那么在项目数下呢 我们可以直接呢 进行这个啊 在线啊 离线的这个比较 那么我们可以去单击啊 在线连接 那么到这个PRC 那么在这个项目数中呢 会直接显示我们的一个操作模式 和这整段试图 那么不同的图标呢 会有这个啊 不同的含义 那么可以指示啊 块啊 是其离线存在 或者是这个离线和在线的块啊 不一致 以及这个块呢 仅在线的存在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 S7120的编程基础 那么到此呢 就告一段落了 谢谢大家